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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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将一个好的心情留给身边的人 尤其是对待身边挚爱的人 真的要更加细致 不要因为自己的言语 行为伤害了身边的人 每个当下暴力的灵魂下面都有一些生活的压力 都或多或少存在来自社会的各方面压力 实属正常 这是当下社会经济体所带来的产物 我们要做的就是增强自己的修养 让愉悦的心情伴随自己 让自己的生活之路更加游刃有余 每一个凡人都有烦恼的经历 有的人反而恼致了几十年 悄然转化成梦魇 一不留神钻出大脑 又变成横行霸道的恶脾气 伤人害己 有的人烦恼因为生长在吉祥的心灵风水里 萌生出智慧的因子 渐渐融入精神骨骼 凝成了一个心灵的记忆 但是人生经历过的误解非议 或经历过的折磨的委屈 经历过的欺骗伤害 或经历过的恶意的猜忌 不会都演绎成有趣的生命故事 其实人的每一个烦恼都被灵魂所记忆 人生路上没法抗拒的无偿多了 没法拒绝的问题多了 没法躲避的困难多了 没法自知的烦恼多了 生命就要在忍辱负重中前行 因为在自己心态里平淡不了 而在社会生态中又平衡不了 所以日久生出的怨气和力气越积蓄越多 最终变成了一颗定时炸弹 毫无疑问 一旦灵魂失控 这颗定时炸弹就会爆炸 人生顷刻全部崩盘 事实上被一件不开心的小事所引爆的犯罪事件 已经屡屡发生 这颗定时炸弹还存在着危害亲友的潜在危险 生命的弱者会对灵魂说 我无能为力了 你随意 生命的强者绝不甘心自杀式的结局 选择掌控 转化和自愈的方法 解除心灵里的定时炸弹 所以智解烦恼的选择 化解情绪的修炼 净化灵魂的残绝都是越活越幸福的妙方 掌控了心灵秘药 幸福的命运就在手中 有一个旧新闻 它过去有些时日了 但小万仍常常想起它 两个石荒的男人在小广场为争夺一个矿泉水瓶打了起来 一个当场拿刀把另一个捅死 这实在令人叹息 两个生命能创造多少价值 却赔给了五分钱的塑料水瓶 当然 谁都知道问题不出在水瓶上 真正杀人的是那颗暴力的心 拿起刀的拾荒者想必早已在生活的艰辛 屈辱 不平理 积压了太多怨愤 它的灵魂已经是一颗到了临界点的炸弹 那水瓶只是将其引燃的一个微小导火索 可怕的是在如今的这个社会 大概我们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藏着这样的力气 都累积着愤怒能量和不知何时会引燃的炸药 谁也不知道下一个疯狂和崩溃的会不会就是自己 前几天小万在停车场看到一个妈妈在教训儿子 原因是小孩把刚买的冰淇淋掉到了地上 那年轻漂亮的妈妈怒容满面歇斯底里地吼着 用修长细腻的手抓着儿子拼力摇晃 推打 撞似疯子遇见仇人 小孩被打了亮亮呛呛 东倒西歪 刚开始还哭 后来哭都不敢了 母子俩都穿得光鲜时尚 我相信那女人断不会是因为心疼一个冰淇淋 而如此光火 她多半是为了什么别的事情 愤怒欲解 又没办法就是论事发出去 于是不能自控地发泄在孩子身上 是孩子成了无辜的承受者 我没法谴责那个妈妈 她一定是被逼到情绪灵界了 才做出如此举动 现在的人们 谁心里没憋着一些愤怒和委屈呢 谁能保证自己不会把情绪发泄到一个无辜的人身上呢 这个世界没有哪个人能真正活得得心应手 游刃有余 就算高官富翁 也有要极力讨好和权力对抗的人 何况平凡的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得不屈以谄媚 忍辱负重 结交不喜欢的人 接受不胜任的事 被欺压 被打磨 被伤害 最终带着一肚子委屈走向人生高点 那些时常保持真正平和快乐的人 是沿路把委屈扔掉了的 他们心里有个强大的垃圾处理器 无论遭遇了什么 都用强大的灵魂和意志 去主动地面对和及时化解 他们的灵魂没有大量的藏污纳垢 也没有太多的积压毅然毅爆的危险情绪 故而能够自控 也有保持着阳光健康的面貌 那些不快乐的人也并不是坏人 只是一直背负那些委屈和怨愤艰难行走的 想扔扔不掉又无处安放 只能堆在心里越载越多 恶性循环 最终变成怨气和戾气 自己也成了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 时刻威胁着自己和周围人的安全 于是就有了因为一个矿泉水平 或者一个冰淇淋 而瞬间暴怒失控的场面 这个世界有些事情 有些规则 虽然眼睛看不见 但它永远是客观存在的 我们的灵魂是会记账的 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好事坏事 它都会一笔一笔记录在案 虽然这个账不会一字一句写在纸上 让你看得明明白白 但是你今天遇到了问题 明天遇到了什么烦心事 家人生病 遇到祸事 大部分的人不去想 也认为没来由 可这都是我们自己招来的 古话说 福祸无门 为人自招 太多的道理说多武艺 但我们需要尽全力 让灵魂记下好的 消掉坏的 保持一个正向的数值 就算攒不了太多美好 也别压一堆怨恼 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债 欠多了 不好还的 这个时代其实不算坏 它给了我们许多 比以往更好的东西 而正是因为得到了更好的 我们才需要付出更大 更重的代价 人类得失守恒定律 所有冲杀夺取的快感 都伴随着被冲杀 被掠夺的危险 所有的因果 最终都会回到自己的身上 人生在世 伤害无可避免 所以自愈是至关重要的能力 做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 要时刻对不好的遭遇 和负面的情绪保持警惕 要懂得治疗自己 勇敢地面对 及时地 努力地排解掉心中的愤和恨 谁能及时修复坏情绪 不羁押隐忍 藏污纳垢 谁就能保护灵魂的健康和安宁 而如果你太缺乏自愈力 又太容易受伤 就必须降低欲望 不济于华丽琳琅 从而远离刀枪棍棒 得不到的就不要拼命张望 别去欠自己还不起的账 因为灵魂统统都会记下 总有一天向你讨伐 千万别等到承受不起那一天 对着自己咆哮的灵魂说 没办法了 你随意 任黑暗将自己吞噬淹没 无法收场 全面崩盘的人生 没有人愿意面对 最后小万祝福你 我 她 都能在人生的每一天 认认真真的为自己而活 留下该留的 舍弃不需要的 照顾好自己的心与灵魂 成为一个快乐而轻松的人 如果你觉得小万说得好 欢迎分享给身边的亲人和朋友 喜欢小万 别忘记点击订阅哦 我们下集不见不散哦